老爷 居善堂到了 都去原点地方待命 中秋佳节临近 不要让了鬼仪阁下清闲 是 是 小宁啊 我这病 高叔 暗方抓药 两年不断服用 时间一到自然跟出 好 太好了 小宁啊 现在你的医术 怕是和你娘 当时鬼一并加齐驱了呀 高叔 您过奖了 我哪能和我妈想给病了呢 哎 小宁啊 你也不必过签 叔呢 还有一事相求 我有个女儿 对中医也十分感兴趣 等到节后 我带她来见你 若是觉得可以 还希望你能收她为徒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宁 你救了叔的命 以后在海城 有任何需求 只要你一个电话 叔都帮你解决 谢谢高叔 高先生 我女儿晚些时候 要回去给婆婆过寿 你就不招待了 这个 先给亲家带过去 监主以后让她服下 回头给她复诊一下 好 谢谢妈费心配药了 小宁 要不我送你去吧 我上行有空 好 那就麻烦高叔了 您先稍等 我就换身衣服 好 我在门口等你 哎 我们家老大的车 奶奶 生日快乐 哎呀 想死奶奶了 妈 生日快乐 妈 这是大师的首座 祝您啊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哎呀 这个好 哎 海归博士就是不一样啊 选礼品 都这么别出心裁 来 进屋 哎 好嘞 老二 那是老二的车 哎 儿子 妈 哎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妈 我给您买了个金镯子 就就就 纯金的 哎 这个好啊 好 你们点进屋进屋 来 走进屋吃饭 走 月姐 怎么没看到你这三媳妇 白与宁呢 哎呦 提她干什么 上不了台命 小娘啊 有件事情 我很好奇 你和你娘的医术 放眼整个海城 都算是顶流了 可为什么要隐之市井呢 我和我娘 毕竟无权无势 贸然招摇 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我也不喜欢 喧嚣浮躁的生活 确实 这个你放心 海城是我的地盘 以后只要有人 敢欺负你们俩俩 尽管和我说 嗯 好 谢谢高叔照顾 那既然不缺人了 咱们就开席吧 奶奶 我妈妈还没到呢 是啊妈 这还少个人呢 一个药店打杂的村姑 也算口人 建国呀 咱们老张家 虽说不是豪门市家 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你还要那个村库上桌 不合适啊 建国啊 你看大嫂二嫂 我们俩是啥身份呀 你呢 又是正式职工 真应该找他们的刀部队的 老三 你两个嫂子说的有道理啊 这事啊 再好好考虑考虑 而且她 还生不出个儿子了 留她有什么用 老太太 你家三媳妇做拜扒课回来了 妈妈 清清 走吧 妈 我刚忙完药堂的事 就赶紧过来给您过寿了 弟妹 你今天可以啊 既然开招 卖巴赫就回来了 弟妹啊 你不好好过日子就算了 你还糟蹋老三的钱 租这么贵的车回来 白玉宁 我儿子赚钱不容易 你还租这么贵的车 臭险白 你会不会过日子 妈 我没乱花见过的钱 而且这次我回来 是想好好孝敬您二老的 孝敬 你一个药房 打砸的村妇 有什么钱孝敬 自己没有本事就算了 还死要面子 气死我了 妈 生她气不值 回头 我给建国再介绍 个会过日子的 学生你两个嫂子 你看看你现在 还有没有个女人的样子 白玉宁 你大嫂送我名画 二嫂呢 送我金镯子 你动筷子之前想一想 你送我点什么 妈 您的身体状况 我一直都放在心上 我妈花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配了这副好药 这副药吃完 保证您药都病除 你妈配的药 我妈行医多年 是位老中医 我这被你 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市里的县里的 有名的老中医的名讳呢 都打听过 可是就没有听说过 你妈的名讳 还老中医 我看呢 是无正形医的赤脚狼中吧 妈 这来历不明的药 还不能乱吃 要不然 咱们这过受就变成了枯丧 白玉宁你个混酱东西 我过生日你不拿一点 正儿八经的东西 你还想害死我是吧 妈 您相信我 这要真的管用 不是瞎配的 您要是还不信 我今天晚上亲自熬衣服 您吃完看效果就知道了 喝衣服 我看呀 你配的那些伎俩 妈喝下半副 就得下去见罢了吧 哥 玉宁她也是好心 我说老弟 听我的 赶紧把这个村姑给甩了 实在不行 让你嫂子给你接收公务员 妈 我是真的为您着想 哎呦 行了行了 我就是上不了台名 妈 我可是脱了好大的关系 给您找了天心医院 陈院长陈峰给您问诊呢 看这时间 估计马上就到了 还是我大儿媳会办事 那个陈院长 好像是咱们海城有名的老神医啊 好多名流都排着队找他看病呢 他这出诊一次 是不是得花不少钱 妈 只要你健健康康 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哎呦 而且呀 这陈院长一来 他的纸包里是毒还是药 咱们也能一清二楚了呀 吃饭吃饭 来 吃 来吃个鸡腿啊 妈妈 我也想吃鸡腿 好 妈妈给你夹 吃什么吃 一年到头吃我的喝我的 到头来 还是个扑出去的水 秦庆国还清清不哭 妈妈晚上带你出去吃好吃的 奶奶要赶妈妈走 还要赶我走 那个鸡腿都不给我吃 奶奶是坏人 怎么说的话 那是你奶奶 给他留钱 建国 你怎么能打秦庆 哎呦 我儿子打自己孩子 比乡下没门没火的村妇 你降什么嘴 居然还搞付假药来坑害咱妈 去信捧测 妈 我从来都没有对您有过胆心 这些年我在药堂赚的钱 也全都给了您 这逢年过节 我还都拿上好的老身 来给您补身体 我哪有对您不尊重 你没给老专家生个儿子 就对我最大的不尊重 不可理喻 你说什么 白雨宁 你怎么跟妈说的话 那是你婆婆 你懂不懂长幼寸碑 妈妈我错了 我不应该吃鸡腿 我再也不吃鸡腿了 建国 连您也要指责我吗 建国 连您也要指责我吗 好好好 咱们出去说 出去说 不哭不哭 亲亲乖 妈妈带你去姥姥家吃药膳 加好多好多鸡腿 今天是中秋 一会儿咱妈过寿 你有什么事就不能等过完寿再说吗 非要在寿宴上面闹 我在闹 我妈说话是难听了点 可她毕竟是咱妈呀 说话肯定是为了咱们好呀 建国 妈怎么排挤我 怎么对我有意见 我都不在乎 可是不能连累秦庆 我不能接受 秦庆被这样重男轻女的思想迫害 可是伤女儿在咱家就是抬不起头 你知道大哥哥怎么说我的吗 叫我跟你离婚 找一个能生儿子的老婆结婚 这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生下钱庆 是给你们家抹黑了是吗 三年前 婆婆那场大病 我忙前忙后 我让我妈熬药 才把她从鬼门关上拉回来 我三天三夜都没合约 现在到头来 难道是我配不上你们家的门停了是吧 赶紧把你乱配的药给扔了 别再惹妈生气了好不好 等公安兽 咱们赶紧备孕 争取生个大胖小子 这样子 咱家就没人对你有意见了 陈院长 那就是陈院长 陈院长来了 你好你好 里边请里边请 我来帮你拿 不用不用 那个谁 把那桌子收拾一下 陈院长来了 喝两壶好茶好好招待一下 这个事还要交吗 快点 陈老 我妈这情况怎么样啊 不太乐观啊 啊 有我从一四十年的经验 无计可识 啊 陈院长 您看看这副药怎么样 陈院长 您看看这副药怎么样 陈院长 我这弟媳妇瞎配了副药 非说能药到病除 您受个累帮个忙 一定要拆传她的鬼话 我看呀 这白玉宁就是诚心想让咱妈早点断气 只好分咱家家产 有道理啊 这白玉宁既无家产也无钱财的 这想要搞钱 不就是图咱妈走之后那些遗产吗 白玉宁 你虽然出身农村 也没什么本事 但这些年来 我对你好不好 你心里有数吧 你为什么要对咱妈这么歹毒 这药 要是有问题 白玉宁啊 咱们必须上法院 老弟 你放心 离婚当天 我叫你大嫂 把新媳妇给你安排明白 绝对比现在这个村姑合适 你们想指责我可以 但是先等陈院长下定问吧 陈院长 帮我们鉴定鉴定 看着死丫头 藏的什么祸心 这药方的佩物啊 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从医四十载 从未见过 如此简奏拼封的房子 陈院长 您先别着急感叹 您就告诉我 这药能不能吃死人呀 一半一半吧 有可能药到病出 也有可能 撒手远换 妈这不能吃 这药方 有可能是医界圣手所配 也有可能是外行 胡乱配物 妈 人家陈院长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乱配的 不能吃啊 说我才说学姐 老太太的病我无其可适 陈院长 至于这药 吃或是不吃 你们家自行决定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来你把这副药煎了 老太太病情复发 吃了这副药 兴许还有的救 来 妈 快把药喝了 妈 好点没 好像好点了 好像好点了 好多了 我妈挺过来了 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就她这运气 真不是盖的 既然有效果 就坚持让老太太 继续服荣 来 来 来 妈 怎么 我这亲自熬制的汤药 你还要尝尝显大 黑无功 二嫂 我记得这个方子里 是有黑无功的 我怎么尝不出来 这味药啊 原来那是药材 但老太太看样子 应该没什么答案吧 什么黑无功啊 我知道 你拿黑药熬出来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黑无功当作药义 这副药会起反作用的 白玉宁 我看你啊 这承兴下害 咱妈死 你安的什么心 我 你少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还好我妈现在挺过来 你少在这危言耸听 吓唬人 妈 你快拖出来 快拖出来 白玉宁 你够了 妈的比较刚刚缓和 别再添乱了 行不行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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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白玉宁 你不可当爱好心 妈这下不行了 白玉宁 你看看你做了些什么 不许打妈妈 妈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必须真久盯住心脉 否则无力回天 白玉宁 我们要是再敢相信你 这老太太今天就得归心 陈院长 你快想想办法补救啊 当下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就算救护尘马上能到 也来不及去医院抢救了 陈院长 陈院长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救救我妈吧 陈院长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 赶紧把老太太 还进我室 眼下是不准作为 陈院长 你赶紧救救人呐 人民关天啊 陈院长 这是盲侦探学 吓死我了 差点以为老太太要断气了 好在老太太命应 哪怕挨了白玉宁这几针乱扎 也挺过来了 属实万幸啊 老弟啊 你今天必须让你这个老婆 打包东西 赶紧滚蛋 我们家里容不下这个杀人犯 就是 今天是老太太命应请过来了 这下一次她要再下狠说的话 咱们就得金麻戴孝了 没眼力的东西 要不是刚才白小姐盲侦探学那几下子 老太太可能就没了 陈院长 他就是瞎扎的 怎么可能懂呢 你一定是看错了 你懂医术还是我懂医术 你懂 你懂 这白玉宁不就是个药定打杂的村姑吗 陈院长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白小姐 敢问你 师从何人 我妈叫宋依 我这身医术 就是她教给我的 我们俩在居善堂 给人开药治病 姓婴 居善堂 估计就是个 卖保健品的小破铁 就这样 你还敢跟陈院长面前嫌卖的 妈妈 艾伯母在厨房熬药的时候 忘了放一味药 我在厨房看到 就拿回来了 这副药 就能出自诡异之手 艾伯母在厨房熬药的时候 忘了放一味药 我在厨房看到 就拿回来了 这副药 就能出自鬼仪之手 陈院长 这 这鬼仪是什么来头 这没听说过呀 不露挂威 今天我就给你们科普科普 这鬼仪 乃是当今医学界 顶尖的传奇人物 要说我的手段 也就是救死扶伤 鬼仪阁下 可是能活死人 有怀骨的存在 白小姐 这副药 当真是令武配的 千真万确吗 我懂了 这白玉宁在药店打工时 撞大运 这得了鬼仪阁下的青睐 赐了这么一副药 送给老太太的 不管怎么说 玉宁这次 算是没伤害老太太 等老太太好些了呀 咱们一家 一定要去庙里 多烧烧香 给鬼手神医 多祈祈福呀 一定要多多祈福啊 说的也是 这鬼仪阁下 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白小姐 你这一辈子 能见一次鬼仪 也是鸿福齐天哪 鬼仪阁下 传授你的盲侦探学 可是闷绝技了 他日 你若想来医院上班 欢迎随时来找我 这是我明天 陈院长 他就是个大杂子 赶紧用黑物工 配上这副药 再给老太太煎衣 喝了就好了 既然这副药 是鬼仪的房子 我也没必要在此酒留 告辞 这可是鬼手 是一包药的质 怎么家 可得供起来呀 不是 你愣着干嘛呀 你还不快给老太太好药 眼下陈院长走了 再出差错的话 即刻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呀 等咱们啊 吃完这副药 病情应该就能彻底好了吧 嗯 老婆 无论如何 今天都谢谢你了 我自己来就行 建国 我想等妈康复之后 我们就没必要待在这儿了吧 回头跟妈说一声 咱们带着晴晴搬出去吧 搬出去 搬去哪儿 你不会要在市区里面买个学区房吧 就为了一个丫头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 我只是不想晴晴 再在这里受欺负了 一个丫头又不是儿子 咱在老家农村养大就是了 等咱以后呀 生了儿子 在市区里面买一个最好的学区房 你变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男轻女了 难道女儿就不是你的骨肉了吗 可是你今天说搬去市里住 那根本就是得浪费钱 你能不能带她试试过日子呀 还有你今天租的那两百八贺 够你在药房里打工好几年的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挣到的钱 你能不能不要耍这些牌面啊 建国 我从来都没有为了耍牌面而花钱 那辆麦巴赫 只要我愿意 我一个电话就能过呼到我的名下 今天的只是我朋友送我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清醒一点 你别再做白日梦了行不行啊 我没有胡说 行 那你现在打电话 我倒要看看 这麦巴赫是怎么过呼到你名下的 如果你做不到 我们就好好地背语 给张家添个儿子 别再整天鬼话连篇了 如果你做不到 我们就好好地背语 给张家添个儿子 别再整天鬼话连篇了 我 晴晴 晴晴你怎么哭了 奶奶只给他们买了玩具 没给我买 没事晴晴 你还小还不会玩 咱不要了好不好 不会玩 你会玩 一加一等于仅你知道吗 这么大 连幼儿园都上不起 这大废物生的孩子 不就是小废物吗 这九连环 他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 张东东 张小豪 你们好好玩 谁先啊 解开这九连环 我就奖励谁一百块钱 好 这咱家孩子就是爽快啊 这解不开就不解了 像我 大嫂 待会我家小豪要是解开了 那一百块钱可不能赖账啊 那我不能够 哥哥 我帮你解开了 还给你 大嫂 这九连环是我们家晴晴先解开的 这一百块钱 这九连环是我们家晴晴先解开的 我们大赌可没带你你家 这解开这破九连环有什么了不起 来 东东 跟妈妈呀 去车里把那个大玩具拿出来 好 这种穷人玩的呀 我们不玩 我们玩的 你那一辈子也玩不起 走走走 儿子 小豪 走 爸爸 给你买个大的玩具 走 妈妈 什么是有钱人玩的玩具 晴晴 你别听他们瞎说 有钱人也玩九连环 不是 玉娘 你不懂别瞎教育行不行啊 大人丢脸也就算了 小孩也要跟着丢人吗 大嫂家本来就比我们有钱 说那些玩具啊 别说见过了 有的我们听都没听过 晴晴 以后呀 别碰哥哥们的东西 知道没有 搞坏了我可赔不起 你这些儿子骗子 听到没有 爸爸跟你说话呢 闺女就是没有小子 张建国 你整天张口闭口 就是儿子儿子的 你家寿皇位要继承吗 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 能不能改改 来儿子 这要试一下 儿子 你要这样转 好儿子 打击车 打开心了玩啊 小孩让你妈买去 别碰我的车 别碰我的车 张东东 你怎么能打妹妹 我说白玉丁 是你女儿先挡住了我儿子的车 你不管好你女儿 你还教育去我儿子 我说弟们 你要是有本事 你给你自己孩子也买一辆啊 要是没有 那他就是欠的 谁说我买不起 哎呀白玉丁 你够了 有多少钱办多大事 咱家能跟大嫂家比吗 你就一个 要店打工的 能挣多少钱 我能不清楚吗 别在大众里冲碰子 还有你 我让你碰我的车 我让你虚弱 我让你守却 让你守却 大伯有没有跟你说过 买不起的东西 不要碰 妈妈 喂高叔 十分钟之内 给我停五料麦巴赫 停在我们家门口 五料麦巴赫 好热弟妹啊 你能不能不要开玩笑了 还有五料麦巴赫呢 那咱们海城 也没有五料那么多呀 我说你这个人啊 你要是能开五料麦巴赫 停在咱们家门口 我今天呢 就把两个眼珠子抠出来 那那我就 把那五料麦巴赫的车骨落 我给他一个舔一遍 哎呀 这时间还有二十秒就到了 你得五辆麦巴赫呢 车呢 车还没来呢 我倒要看看 你这窝囊费 要怎么打自己的脸 哎呀 我呀 都有点开始期待 掀着麦巴赫的车轮胎呢 哈哈哈哈 啊 哎 这这这真有五料麦巴赫啊 不可能 绝对是我眼睛看瞎了 他只是个药店打杂的 怎么可能有麦巴赫呀 瞧你们那出息药 他怎么可能有这本事 肯定呀 是别人家结婚路过的 肯定是人家结婚 婚车路过 对对对对 走 咱们看看去 走 我去 大哥二哥 刚才是谁说 要挖眼睛铁轮胎的 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 弟妹 哎呀 你看大哥这嘴呀 哎呦 就跟那个老太太的棉裤腰一样 那没个把门的是不是 你就当我刚才 放屁 弟妹啊 你看啊 我这眼睛本来就瞎 什么也看不见 弟妹 我这瞎子的眼睛 你给我留着呗 您好 请问哪位是白云宁女士 我是 好的班女士 请上车 去吧 亲亲 带着我女儿 绕着整个海市转一圈 我要让她知道 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好的 去吧 你别摸我家车 弄坏了 你赔不起 别摸我家车 弄坏了 你赔不起 你个小王八蛋呀 你这么不听话 你这么不听话呢 你这玩意碰坏了 咱赔不起 你没听你三叔刚才说吗 不是咱自己家东西 咱别碰 去去去 赶紧进屋去 小昂 你也去去去 去吧 醒醒 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少装了 今天你新娘郭大寿 你是不是租了 十辆麦巴赫 给老太太盛场面 我们车行的三辆车 都是朝着你家去的 你说 这车真是我家租的 底时我都查了 就是去你家的 为了哄老太太开心 你小子真舍得下血本啊 大哥 道个歉没那么难吧 不是 你在这转什么转呀 啊 这些车都是你租的 又不是你买的 我们那宝马奥迪 那都是实打实 我们自己的 凭什么我们给你 这个穷封公道歉啊 大哥 这车 真是租的呀 千真万确 刚才 猜点电话 瑞娘 你跟我说 你租这车花了多少钱 老弟啊 就这种车 一辆 起码五千块 他这一下整五辆 保底啊 两万五 大哥 这张不是这么算的呀 你想想 在咱们海城 租这五辆麦巴赫 多不容易啊 我估计着 至少得十万呢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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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阿玉娘 你造孽啊 你花这么多钱租车 咱这次还过不过了呀 哎呀 老三 你这是怎么了你呀 妈 看 哎呀 好着没看出来你 你还是个卖家子是吧 啊 合着你这些年你挣的钱 啊 你全都冲变了是不是啊 阿玉娘 咱家日子已经过得这么差了 你有钱不好好的改善生活 啊 竟然为了面子 爸爸的去撒钱 大嫂二嫂说的没错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 我当初 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结婚 老弟啊 哥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跟这个村姑离了 你就是不听 就是啊 老弟 这个村姑啊 挣钱的本事没有 花钱的能耐倒是挺大 还敢败家冲灭 你给他过什么呀 过呀 我看啊 你们好像都搞错了吧 他这十万块钱的租车金 他打过一年都不够还的 而且啊 等会儿车队回来问我们要钱 我们这时候才麻烦呢 哎 我可提前说好啊 这十万块钱 我到时候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我可为这败家娘们 你们听我说 这租车的钱不需要你们出 用不着我们出 怎么 你一个穷村姑 你有钱吗 也用不着我自己出 合着你想吃霸王餐呢 不想坐霸王车 白玉宁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白玉宁的事 用不着你们操心 谁这么装逼啊 敢租五辆麦巴赫亚马路 哎哟 郭阿姨 您过寿 我来看您来了 哎呀 建国哥 怎么躺地上了 脸色还这么差 哎呦 嗯 蔓蔓 你这么大老远过来给我拜寿 哎呀 真是有心的你啊 哎呀 郭阿姨 你说什么呢 我跟建国哥从小就轻微竹马 来看您不是应该的吗 呦 是是是 白玉宁 你也瞎吗你 还不赶紧把客人手里的礼品拿下来吗 走走走 妈妈 姐姐 白玉宁 让你再嘚瑟一会儿 过了今天 建国哥就是我的什么事 咱们屋里做啊 郭阿姨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瞧把我们建国哥给气的 脸色都铁青了 我还在这儿呢 我老公就成你的了 唐蔓蔓 你说话做事注意点分寸 哎呀 阿姨 你们家废物还能讲话的呀 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没事的阿姨 您继续 刚怎么办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可是蔓蔓你不是外人 还不是因为白玉宁这个废物啊 没钱还非要想着装 整出来五粮卖八贺啊 现在没钱付了 差点把我老弟啊 给气的 这一口气没传上来就去见我爸了 谁说我租不起 他现在不是租不租得起的问题 压根是没钱嘛 想坐霸王车呀 这事的话 要是白玉宁 那确实有可能啊 毕竟他只是一个在药店打砸的村姑 哎 走到哪都会被人瞧不起 这人嘛 压抑久了 做点大一巴郎的事情 你很正常嘛 白玉宁啊 你没钱就算了 没本事我也认了 但是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哎呦 建国哥 你可别生气啊 气坏身子可不知道了 没事 租车的钱 我来给你出 哎 蔓蔓 这钱千万不能让你出 真的 建国哥 我们都是一家子人 只要建国哥开心呀 蔓蔓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的 哎 建国 蔓蔓家家大业大 人家现在肯帮这个忙 你还不赶紧 谢谢 谢谢人家 谢谢蔓蔓 走啊 看看人家蔓蔓大小姐 再看看你这个村姑 人比人得死 真是货比货得扔 坐坐坐 我们建国 当初就被这个女人 迷下了双眼 哎 才娶了她 哎 蔓蔓 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啊 阿姨 晚辈不才 就在天冠集团的金融公司里工作 天冠金融 就是去年海诚那个最大的纳税企业 二弟啊 格局小了 自从这天冠集团来了海城 这海城的GDP啊 直接起了一半了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我们高董事长 这些呀 都是我们高董事长的功劳 在如今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我们高董事长带领我们天冠集团 狂赚一百亿呢 我的老天爷呀 我活这么大岁数 连一百万我们都没见过呢 你们那个董事长 他到底长啥样啊 哎 这别说你没见过了 就连我们金融公司的老总 王总都没见过他 哎 就更别提我了 高董事长是李万基 岂是我们这种一般人能够见到的 是是是 他位置那么高 哎呀是我们这些人都望尘莫及的 白眼娘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我告诉你啊 这儿没你位置 哎 妈说那几句怎么啊 气息这么大 曼曼 你这么有能力 你在天冠集团 职位不低吧 我呢 也不过就是人事部的一个副部长 年薪 也就一百万而已了 一百万啊 哎呦 我这一辈子 我还没有见过一百万嘞 那个 唐小姐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部长 还这么能赚钱 唐小姐 您真是 年少有为啊 慢慢呢 我呀 其实是学会计出身的 到回国之后呢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企业 不知道你是否方便 给我也在天冠集团 拨个职位啊 好说好说 大嫂 我记得我们公司 资产管理部 我好像缺个主任 大嫂要是喜欢的话 只要我点头 那就一句话的事 你好大的口气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部长 竟敢插手资产部的人事安排 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阿姨 没事的 既然白与宁这个村姑 想掌掌见识 咱们就给她开开眼界吧 唐小姐 您在公司吃这么开 是不是跟令尊有关系 还是大哥聪明 我爸呀 是天官礼业的厂长 去年呀 就跟天官金融的王总 搭上了关系 所以我想在单位里塞个人的话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咋咋谁而已啦 也就是说 那个王坤还有你爸 一样手脚不干净 都是一丘之合 白与宁 你有什么资格 提王总的名字 唐小姐 别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后的 这个村姑 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呀 唐小姐 我呢 一直在令尊的手下 工作了三年 当一个小领导 是管理生产的 就平时没什么油水 这样啊 我爸的厂子里 有个采购部 好像缺个部长呢 采购部啊 还是部长 采购部可以啊 谢谢 谢谢唐姐 谢谢唐姐 唐姐姐 您看 我也在那个 天贯集团旗下的银行工作 你看 那 我觉得 那家银行的副行长 就不错嘛 副行长 谢谢唐小姐 谢谢唐小姐 唐小姐 您真是家大业大 慢慢呀 你看 你来我们家呢 我们全家 一家子人都跟着你 哎呦 鸡犬升天了呢 妈 您别听她瞎说 就算是鸡犬升天 靠的也是我不是她啊 靠你 你就是一个在药店底层 打砸的村姑 还有什么通圈的本事 比人不才 和你刚刚提到的 高不可攀的高董事长 是莫女之将 这就装上了 我刚提到我们高董事长 他就直接往脸上贴金了 白玉宁 你能不能要点脸 高董事长 是你这种村姑 能认识的吗 她呀 这最近 失心疯啊 嘿嘿嘿 唐小姐 你是不了解这个人呢 我跟你说 这个村姑 今天一早上回来了 就租了一个迈巴赫 在我们面前装 然后呢 不知道从哪儿 搞了一个药方 阴差阳错的呀 就把我妈的病 给治好了 结果呢 这信心就爆棚了 飘了 最后呀 租了五辆迈巴赫 在整个海城 带着她孩子玩 你说这个药店 破打砸的村姑 怎么可能认识 天官集团的董事长呢 我们高董事长 地位显赫 就连海城的领导 见她都得提前 三天预约的 这白玉宁 不过就是一个 底层打砸的村姑 就别说是莫逆之交了 怕是三辈子 都见不了她 玉宁你够了 你能不能认清 自己的身份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人家漫漫 她爸是大老板 你爸是什么 你爸就是守着叶母殿 灭朝黄土 灭朝天的农民 你怎么跟她别 建国哥 这下知道白玉宁 是什么德行了吧 你说当初咱俩 青梅竹马 你被她蒙蔽了双眼 才娶了她 这才过得不尽人意的 不过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只要咱俩结婚 别说我爸的资源了 我的资源也给你 到时候 我再给你生个男孩 看看 唐小姐 你不愧是对我老弟 情根深重啊 让人动住 老弟啊 这白玉宁啊 都比不上唐小姐的 一根脚趾头 你啊 趁早跟她离了吧 你们都疯了吗 建国现在是我老公 我们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有了情情 结婚怎么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啊 救星 婚姻自由 爱情自由 再说了 你生个丫头骗子 还好一次开口 我都替你害臊 对对对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哎呀 蔓蔓 还是你和我们建国呢 比较般配 你们俩站在一起啊 哎呦 这是天造地生的一对呢 哎 要不 择日不如壮日 咱们今天 就把这婚事 给她定了 哎 对 定了 哎 是吧 趁着民政局 还没有下班 我觉得你们俩啊 赶紧去把离婚手续和结婚手续 一起办了 啊 够了 哎 你们真当我是软柿子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敢侮辱 别怪我不念亲情 翻脸不认人 啊 哎 你还记起来了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这个村姑有什么能耐 跟我们翻脸不认人 哎 你这个药店打砸的村姑 这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啊 怎么 你想用你的药 把我们捕死啊 像白玉宁这种没文化 又没本事的村姑 也就只能嘴上撑撑墙了 真要她做什么 她敢吗 我看她根本就不敢 白玉宁 你现在立刻给大哥二哥 还有唐姐姐道歉 自己没什么本事 别人说那几句 你还不乐意了吗 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我道歉 你刚才没有听到 他们说什么吗 我忙上忙下 在药店赚的钱 全都给了家里 供着这个家 他们收了我的好处 居然还比咱俩离婚 你那只不过是一点小钱 你不可真的以为 能养活咱们这个家吧 还不是怪你肚子不争气 你大嫂二嫂 都生了个儿子 就你生了个丫头骗子 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话 生个儿子 他们至于让咱俩离婚吗 张建国 你 好了 这今天呢 可是妈的生日 非要在这大喜的日子吵架吗 有什么事啊 咱们等明天再说 你 明天 就和建国奔离婚 不可能 凭什么我走 大家看看啊 看他这副臭德行 唐小姐 我看呀 这租车的钱 你也别往那出来 等一会儿这车队回来 我看他怎么办 我再重申一遍 租车的费用 用不着你们任何一个人插手 还有 别说是租 就算是买下整个CS店 也不过是我东东收纸的事情 妈 又装上了 不对 说不定呀 这白雨宁 还真买得起五两百八鹤呢 白雨宁啊白雨宁 你还真是毁人三观 让我望尘莫及啊 唐小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唐小姐 你没开玩笑吧 她真认识天冠集团董事长啊 你们笑什么呢 我们高董事长 岂是这种村姑能认识的 我只是想说呀 我好像听说 白雨宁 现在在外面欠下了五千万的巨债 我在我们单位食堂 仇事们聊起过 之前啊 黄村有个姓白的女的 在我们天官集团走步 借了五千万的贷款 之后转头 人就不见了 听说是 写款前堂 还有这种事 黄村 姓白的 女的 突然有了钱租了豪车 堆上了呀 这就堆上了 肯定就是她 不然哪有钱去租豪车呀 白雨宁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个老赖 抓起来送到总部 高董事长那 我是不是就可以生一经理呢 你才是老赖 来来来 关门关门 本小姐要立大功了 别让这个老赖 别跑了 关门呢 唐小姐 再怎么说 她 也还是我们张家的人 这万一在我们张家给她抓走了 这不是肯定会连累到我们吗 那 毕竟 她还是我们张家的儿媳妇呀 满满 你看 有没有什么更稳妥的办法呀 毕竟是五千万呀 就是把我们家全家人的皮都罢了 也拿不出来呀 白雨宁 我到时候真是瞎了眼去了 去了你这样一个三分性 建国 你相信我 我没有欠债 你别听说就是雨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这样的话 你之前每次回家 不是坐礼皮火车 就是坐公交车 可是今年 你突然告诉我五辆麦巴赫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没想到 你是这样一个 白鸡 虚弱的女人 这样的话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既可以让你们张家不受牵连 还可以让你们张家 得到莫大的好处 这关键时候啊 还得扛曼曼 老弟啊 你说 你当初要是娶了曼曼 该多好呀 人家曼曼多先会呀 唐小姐 你要是想好了对策 你就赶紧告诉我们呀 离婚 马上离婚 只要白与宁跟建国哥 不再是夫妻关系 就自然跟白与宁跨清界限 那张家呀 也不会是外带牵连呀 老弟 你现在就跟这个败家的村姑 跟他离婚 这建国娶了唐小姐 这唐小姐又立了大功 然后受到总部重用 再升职加薪 那咱们老张家 不就如日中天了吗 老三 打快跟这个村妇离婚 别让他再祸害咱们张家了 阿玉娘 你还不赶紧下跪 给我们全家磕头道歉 你难道真的要走到离婚那一步吗 你以为你离开了我 你会过得更好吗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个贱妻子 你非要把我们张家拖累致死 你才肯罢休是不是 妈 这个贱女啊 她自己拿了钱享受完了 就是分明想让我们家的元帮都擦屁股 合着就是 让咱们老张家替你打工还钱 你自己潇洒 我告诉你啊 没门 赶紧跟我们老三离婚 吊死你自己死 别再拖累我们张家了 阿玉 你别着急啊 我呢 去我爸的厂子里调几个保安过来 再把他抓到厂里去 好好劝劝他 我就不信 这婚还离不了了 对啊 唐小姐 这主意好呀 等到了你们厂里的保卫处啊 你要替我好好地收拾收拾这个贱女 她要是不愿意离婚 就打 打到她离婚为止 喂 帮我派几个人来张家 我要处理一个人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都会腻歪的是不是 白玉宁 你都死到临头了 就别再嘴硬了 等我把你送到总部高董事长那里 不对 走不太远了 就送到我们公司去 等你见到王总之后 我看你还吼不吼得出来 你们老总叫王坤是吧 你现在把他叫出来 你看他敢不敢动我 小孙 让你准备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吧 王总 一品一样也不少 去放你后备箱里了 出发前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 做得很好 高董事长千交代万交代 让我背上厚礼 给白小姐的婆婆祝寿 万万不可怠慢 王总放心 全部准备妥当 早上 董事长突然让我给他租五粮 卖八贺 说有贵客游泳车 我在想 这贵客 一定就是白小姐 好了 就别磨磨蹭蹭的 来把他按住 放开我 唐慢慢 你放开我 唐慢慢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你今天的做法 我后不后悔 就不劳你费心了 白依宁 要是明天 在保卫科 你还不签离婚协议的话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才叫后悔 带走 唐慢慢 放开我 唐慢慢 王总 这就是高董事长 贵客的家 这也太害酸了吧 应该没错 租车的地点就是这 董事长是不会搞缩的 哎呀 哎呀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大惊小怪的 我刚看见 天怪接着的王总来了 什么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王总 哎呀 我看得特别清楚 就是王总 身边啊 还带着个秘书 完了完了 建国 还没跟白玉宁离婚呢 占主就找什么人来了 哎呀 白玉宁这个贱女人 可把我们坑惨了 是啊 我早就看这个村姑不顺眼了 要不是你拦着 我肯定让她进山出户 先别说这些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不 拦着不让她进门 妈 这王总 这王总 可是天贯金融的老总 你不知道 这天贯集团 在海城的势力有多大吗 这不拦就算了 这要是拦了 这不就是 此地无音三百两吗 可是 我看着 她也不像是来要债的呀 这脸上笑嘻嘻的 哎 会不会 是给咱妈来过寿的呀 那她肯定不能说是不来要债的呀 不然 你能让她进来呀 哎 不是啊大嫂 她那个后备箱里面全是好东西 这就对了 什么对了 你们想啊 这现在欠钱的是大爷呀 这白玉宁欠的是三万五万吗 那欠的是五千万 哎呀 这王总啊 肯定是想着先礼后兵了 哎呀 哎呀 这干涉什么事啊 哎 没办法了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咱们一定要一礼相待 绝对要跟这个白玉宁 划清界限 尤其是你 张建国 这王总要问起来了 你就说 跟你这个白玉宁早就离婚了 听到没有 早让你跟那村姑离婚 你不离 我到现在出这么大的事 你要是早离了 咱们张家能受这么大难吗 哎呀 老三啊老三 你看看 妈 你别生气了 我听我听 我听大哥的安排 妈 要不 我先把他给请进来 快去快去 去去去 待会儿我们进去的时候 要假装不认识白小姐 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刻意 高董事长说 白小姐性格淡薄 不爱受理 那咱们该以什么样的名义 拜访老太太呢 白小姐的二哥张建忠 在咱们公司旗下的银行工作 也算是自家员工 领导过来关怀下属 总归没错吧 这样集体高董事长 拜访了白小姐的家人 又给白小姐留下了好印象 王总 您真是英零神武 王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家里面过瘦啊 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怕你笑话呢 我们刚刚在打扫卫生 大满您了 客气了 客气了 老太太身体可爱好 这白玉宁啊 不知道从哪弄了一个方子 这歪打正着的 老太太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身体还好着呢 这果然是白神玉的酱 不然也不能掉到病虫 能惊动董事长的人 岂会有想 王总 来 里面请啊 王总 来 里面请啊 王总 您好 宋秘书 您好 我呀 是天贯银行的张建忠 叫我小张就行 那 我们坐下来说 老二媳妇 快 给王总沏茶 沏好茶 王总啊 您这么大人物 今天怎么忽然有时间 来我们这小门小院 造访呀 我对建忠这个小青年啊 以小时分看好 前段时间工作繁忙 抽不出时间来 这不 正好你家老太太 今天过寿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 看看公司的员工和家属们 是这样 基于张建忠同志呢 工作表现优秀 经过我司的慎重考虑 决定升任张建忠同志 为银行副行长 不是说 是来要债的吗 怎么升成副行长了 不是说 是来要债的吗 怎么升成副行长了 可能是唐小姐推荐的 肯定是唐小姐 上次还说了升职的事 对 老太太 我们家有什么困难 今天啊 可以当主我的面 尽管提 王总 我是建忠的大哥 大公子 真是一表人才啊 张先生 在哪儿高兽啊 我在天灌旅业啊 当一个小主任 这说出来 还有点丢人呢 主任怎么能行呢 正好 我跟你们家老总非常熟 稍后 我来给他打个电话 直接称 采购部部长 你看 可行啊 这这这 真的吗 哎呦 我张建新 何德何能呀 这 王总 那那那您看我 我这当那个部长 这 能胜业吗 干不好可以学吗 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没有谁 是天生就会的吧 就这么决定了 采购部部长 非你莫属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王总 您能不能给我和我媳妇 也这上面好工作 这 王总 我叫张建国 白云宁是我媳妇 啥 你让我给白小姐介绍工作 啥 你让我给白小姐介绍工作 王总 我没有大嫂二嫂那么高的学历 我媳妇也没啥本事 就是在药房打砸的 您给我们安排为工作 干什么都行 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张家不知道 白小姐是董事长的恩人 这个我真办不了 你啊 就别为难我了 王总 你就发发慈悲 给我们安排份工作 白云宁 他能按活 肯吃苦 他 他给你刀牛做马都行 别别别 只要是董事长知道 他的恩人给我刀牛做马 我还活不活了 哎呀 王总 使不得 使不得 兄弟 使不得 使不得 你啊 就别为难我了 我发现你们张家的兄弟啊 真是团结和睦啊 都为彼此着想 还有真是 家和万事兴啊 哈哈哈哈 哎呀 王总 能不能求你帮我 使不得 使不得 兄弟 你啊 就别求我了 你也别吓唬我了 你要是再求我 我真的跪下来要求你了 小孙 给老太太准备的受礼呢 王总 在车上 哦 少坐 少坐啊 张建国 你疯了吗 刚才跟你说的 全忘了 张建国 你疯了 刚才跟你说的 都忘了吗 你真是扫把心呢 哎 你就为了那个村姑 要把我们全家都害死 是不是 趁王总 现在还没有反应过了 我告诉你 他待会再问 你赶紧说 跟那个村姑 已经撇清了关系 而且啊 你要说 跟白玉宁已经离婚了 你听清楚了没有 那我要这么做 白玉宁他怎么办啊 白玉宁怎么办 那是王总说了算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跟白玉宁撇清关系 建国 你是想拖累 我们整个张家死吗 王总 您看您到我们家 已经蓬壁升灰了 您还带那么贵重的礼物 应该的 应该的 那个王总啊 不知道您刚才说的 让我当 采购部部长的这个事 还算数吗 哎王总 你看我那个银行 富行啊 升职的是 王总竟然都发话了 一言九鼎 既然答应了给你们收 你们就在家 等好消息吧 谢谢谢谢 谢谢老太太祝寿 怎么只看到两位二媳妇 三二媳妇 白玉宁 白小姐 那个村姑啊 已经被我们扫地出门了 什么 你们竟然把白小姐扫地出门了 不 准确的来说 是离婚 你们放心啊 我们呀 跟她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您是不知道 那个村姑的德性 我们全家人 都对她恶无至极 恨不得将她大谢八块呢 你们要将白小姐 大谢八块 是 大谢八块都不解禁 就恨不得扒她的皮 抽她的筋 和她血呢 哎呀王总 那个没本事的村姑啊 她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整天呀就缠着我们家建国 还不跟她离婚 人家唐家唐小姐 家境优越 人长得又漂亮 啊 又那么喜欢我们家建国 跟我们家建国 多般配啊 那个白玉宁啊 她但凡有点自知之明 她就应该自残心晦 抓紧时间 跟我们家建国离婚 让位 朕离了 离了离了 中午离了 哎 王总 您放心啊 明天啊 唐小姐跟我们家建国 就去领结婚证 到时候我们 办酒席的时候 您过来多喝几杯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心情白小姐没本事 觉得唐小姐有钱有家境 所以就棒打鸳鸯 白小姐 现在在哪里 啊 那个废物呀 她已经被唐小姐 带去保围戳了 哎 是的 王总 你看这个唐小姐 又漂亮又能干 而且 还是咱们天贯金融的员工 这以后呀 还得麻烦王总 多提携提携 这个地席呀 哎呦 王总啊 亦是不知道啊 那个白宇宁这个村姑 她今天呀 还 还大闹我们家老太太的 这个寿宴 而且 还敢顶装唐小姐 我估计 她现在呀 应该是被保围处的人 打得 血肉模糊了 哪个保围处 哦 在咱们公司的隔壁 天贯旅夜的保围处 在哪个保围处 在咱们公司的隔壁 天贯旅夜的保围处 走 哎 哎 王总 你这大老院来一趟 喝口茶再走 啊 放开 哎 王总 我 哎 妈 怎么回事啊 王总怎么 变化无常的呀 你 白玉宁 咱俩都认识 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想为难你 签了吧 我要是不签 不签那就好办啊 你要是不签的话 我就把这里的 气聚全都给你用一遍 直到你签为止 唐曼曼 你知不知道 滥用私刑 非法拘禁 这些都是违法的 谁给你全力这么做 哪来的潜力 白玉宁 你是不是忘了我 我爸是这儿的厂长 我就是这儿的天 这儿的法 还真是好大的官威呀 真没想到 天贯集团 居然出了你和你爸 这样的助宠 白玉宁 我呢 也不想听你废话了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签 还是不签 我签了没用啊 我签了 张建国也不会签的 到头来 你还不是白忙活一场 你一个寒门穷户出来的村姑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建国哥也就瞎了眼他娶了你 你真以为你自己 不可替代是吧 是啊 你当初和建国 是轻微竹马不假 但你后来踹了他 跟一个有钱老板好了 怎么 少尉不成 又想让老乡时接盘了 白玉宁 闭嘴 怎么 戳到你痛处了 小三少尉不成 还想让老乡时接盘 我看你才是痴心妄想 白玉宁 我现在没有功夫替你在这儿白扯 你最好马上签下这协议 要不然我就让你出不了这屋子 你绑住我的手 我怎么抢 怎么 想开了是吧 嗯 那当然 我药店很忙的 我耗不起 白玉宁 我是真佩服你的自信啊 你说你个药店打砸村姑 天天穿得跟神医似的 你真以为药店没了你 就穿不了了是吧 送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签啊 不好意思 我又不想签了 白玉宁 你敢耍我是吧 啊 疼疼疼疼疼 疼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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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 疼疼疼 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 错了吗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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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宁 本小姐教育你 你敢还手 你打我 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白玉宁 你就是在底层打砸的村姑 你有什么资格还手 你凭什么还手 底层就活该被欺负 就不配生活账 我告诉你 你不过是一个依靠你爸的蛀虫 离开了你爹你什么都不是 而我 我靠我的双手吃饭 凭我本事生活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专门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喜欢还手是吧 你越还手我越兴奋 我越有资格教育 都吃白饭的吗 都给我滚进来 你不是不服气吗 怎么 再碰我一下试试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嘴不干净的话 我照打不误 我嘴就贱 我让你签嫌疑你不签 所以我就只好把你打个半死 然后呢 再把你送的王走那 当你登了大牢之后呀 我有一万种方法 让建国哥彻底忘了你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我告诉你 我呢 不过让他彻底忘了你 我呀 还会让他被我死心塌地呢 你住口 我只在乎建国哥 至于你那个女儿嘛 我就没打算好好对他了 谁让他是你这个贱女人 生下的孽种呢 等建国哥走了之后啊 我就打他 吓他 再拿针扎他 到时候我再告诉他 他妈妈呀 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而他呢 他就只是一个幼娘生 没爹养的废物 唐蔓蔓蔓 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作死 白玉玲 你说 他那么小 我要打了他的话 他该多疼了 到时候 他又哭 又疼 又委屈 结果 他喊不和喉咙 都没有人救他 唐蔓蔓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女儿 好 给我打死他 打死了我负责 打 都给我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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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你怎么来了 这个老赖 已经被我抓起来了 不是 王总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他白玉玲就是个骗子 他骗了天管集团五千万的资金 证据 证据 他白玉玲 就是个韩文穷户出来的村姑 他之前就是在药店打砸的 而他现在呢 又是开麦巴赫 又是求神耀的 他哪来那么多钱呀 王总 这麦巴赫是咱给租的 神耀估计也是高董事长 给白小姐求的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不是王总 这王总谁不知道 他白玉玲就是个村姑 他没本事的呀 待会我再收拾你 白小姐 您没有受伤吧 请问您是 我是天管金融的总经理 王坤 今天趁这个老太太住说 顺便看一下自己的下手 就是您的爱人二哥张建忠 结果却听说 我们公司的唐曼曼 欺负老百姓 你也知道 我们天管集团 你想非常注重声誉 对这种欺难霸语的行为 已经发现 严惩不在 这才对得起 高董事长的天狱集团的美誉 小孙 把这些证据收集好 该开除的开除 该法八的法办 白小姐 您看 我正如处理结果 你还满意吗 依法处理就行 等这件事情处理完 我一定代表天管集团 等我们道歉 车队刚刚没有问我们要钱 就证明 白玉宁 她真的有钱付呀 看来 她确实骗了这五千万的巨款 得亏我们机灵啊 跟这个女人啊 划清了界限 要不然咱们家的日子呀 以后啊 就难好咯 这王总去了保卫处 肯定对唐小姐的功劳啊 加大赞赏 到时候再往总部上一半 咱们建国再跟唐小姐一结婚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我不要他们离婚 清清 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 你个小丫头骗子 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清清啊 你爸呀 马上给你换后妈了 这以后的日子呀 已经透着乐了吧 我不要有钱后妈 我要现在的妈妈 唐小姐 马上就要跟建国结婚了 唐小姐要是嫌弃这个小伪吧 我们该怎么办呀 送孤儿院去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烦都烦死了 谁要把我女儿送进孤儿院 我白玉丁还没死呢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没事 请请乖 妈妈在一切都解决了 你怎么逃出来的 不是 王总没给你送到 天罐集团总部去处置吗 怎么 你们就这么想我出事吗 这些年来 我一直把你们当成一家人 忍你们让你们帮你们 没想到到头来 换来的却是你们 变本加厉的欺负我 哎呦 别忘自己脸上贴金了啊 一家人 谁跟你一家人呀 这人真爱自作多情 白玉丁 我郑重其事地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们张家 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 你耳朵是笼了是吧 我再跟你好好说清楚 你 以后跟咱们老张家 没赌甚至关系 听明白了吗 你赶紧滚 建国 你也要抛弃我 跟我离婚 张建国 你要如果还认识我儿子的话 就跟这个村妇离婚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 留着干什么 建国呀 你也不想整个张家 被这个女人拖累 她身上可是背负着 五千万的债呢 我不要离开妈妈 听不哭 我算是把你们这家人的真面目 给看透了 真要断绝关系 是吗 滚 总有一天有个人会后悟 但我敢保证 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张建国 她把那个小丫头骗子带走 不是正好吗 不要叫她有什么用啊 老弟啊 你马上呀 就要跟唐小姐结婚了 这唐小姐 给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儿子 这生闺女啊 都是给别人的 这要有儿啊 才能防老妈 让这个村妇 赶快把那个丫头骗子给我带走 生下来 我就看她不顺眼 哪儿哪儿都不如我那俩孙子 总算呀 把那个女人给赶出去了 要不然 得连累咱们老张家 就是 那可是五千万 千为数字 我现在呀 就坐等着建国的喜堂了 建国和唐小姐一结婚呀 那咱们张家 可就从此发达了呀 要我说呀 建国早就应该跟她离婚 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喂 什么 你说我被开除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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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航长打他 喂 航长 是我是我 什么 我被开除了 不是航长 你之前不是说 给我升副航长了吗 什么副航长 明天过来办理事 老公 怎么办呀 我也被开除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都同一时间 你们全都被开除了 一定是白玉宁 他处的没头 还害我们全家人倒霉 喂 白玉宁 就是白玉宁 肯定是白玉宁偷偷跑出来了 然后惹怒了王总 王总侵怒于我们老张家了呀 不是啊 你也就是这 这个爱剪刀的 他走了还拉我们变背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工作可以在场 但是白玉宁带给我们的损失 我一定要让他偿还 他拿什么偿还呀 这个白玉宁 他现在可是个通缉办呀 这马上被抓到了 他身无分文 他拿什么还呀 最后 不还得是让咱们老张家 替他擦屁股吗 不是 你是不是傻呀 他不是还有一个老宅吗 我听说啊 要拆迁了 这拆迁 有一百五书啊 咱们 想办法 这钱一搞到手 这么一分 不就都能 补伤一点了吗 对呀 老弟啊 走 走 现在赶上去 爸 我现在很好 老公对我也很好 公公婆婆 也都很疼我 还有我女儿晴晴 她很乖 很懂事 也很健康 还有居善堂 母亲医术高超 我们被很多恩客馆长 您就不用担心了 白玉宁 咱们来谈谈 拆迁款 拆迁款的事情吗 白玉宁 咱们来谈谈 拆迁款的事情吗 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天冠集团 拆迁办公室 现在呢 这整个村子 只有你们家 还没有签署 拆迁协议了 咱们出去谈吧 我不想惊饶我父亲 行了行了 我不想跟你废话 赶紧把合同给我签了 这个老宅 承载我所有的童年会议 就不拆了吧 到时候好好收拾一下 也算给我这个老宅 聚聚风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 这天冠集团的老板 是你大哥 我告诉你 我们是来拆迁的 不是来伺候爹的 赶紧把合同给我签了 这一伙推斗机 可就白了 别耽误了我们 工程的进步 听到没 让推斗机别来了 过两天我会去天外地产 见我一个朋友 到时候我会这么说的 这谁不知道 你只是药房里面打砸 我呢 也不想跟你摸索 我就问你 今天这合同 你是签还是不签 不签 不签 行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最硬的钉子刻 那么咱们今天就打到你签为止 哥几个 动手吧 住手 住手 白玉宁 白玉宁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你们是来帮我的吗 白玉宁啊 我是真没有想到 你这个最没有出息的儿媳妇 也会有婆家替你出头 为你撑腰啊 还来啊 我真是小看了你这个村姑啊 哥 我们呀 是来拿补偿款的 虎哥 你要是觉得白玉宁他实胆利薄 可扣补偿款的话 这 我们可不答应啊 这么说 你们是同意拆签的 只要您价钱给得合适就行 这宅子是我的 我说了这宅子不拆 不拆 不拆你拿什么赔偿我们呀 白玉宁 你不要以为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就可以一走了之 白玉宁 你害得我们全家实业 这赚必须得算 这该赔的钱啊 必须得赔 你们实业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你这个老赖 从保卫处跑出来 害得王总生气 导致我们全家实业 这个责任呢 你必须得付 没错 这拆签款啊 得全额补偿给我们老张家呀 就是 你们还真是没完没了 都已经断绝关系了 还追着我不放 现在又惦记上我们家这个宅子 你们真当我白玉宁是你捏的不成 白玉宁啊 这一个人呢 要是把你当成敌人啊 可能是那个人有问题 是不是 可是呢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把你当成敌人 你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了呀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 就是不愿意像你们这样白眼狼失利 还有 他们不是我的亲爱 现在不是 以后也不会再是 行了 行了 给你台阶下你还断了不成 哥哥我今天啊 可以帮你一次 只要你把这合同给我签了 哥哥 我今天帮你一起收拾这群白眼狼们 兄弟们 动手啊 你干什么 哥 130万 你出130万 我们就能签合同 实在不行 120万 这个房子 你有资格卖 我们家建国呀 还没跟白玉宁离婚呢 这我们建国呢 还是可以做主的 我说了 这宅子结绝不拆 妹妹 刚刚大哥可说了 今天只要你把这合同给签了 哥哥我今天啊 可以帮你一起收拾他们 给你出签 120万 我签 我们签 实在不行 110万行不行 110万 还有没有更低的 三 二 一 成价 大妹子 你可别怪哥 实在是对方给的价格太诱人了 我呢 也给过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啊 是不是 来吧 妹夫 签字吧 张建国 你们不念亲情 赶我出家门 我认了 但是现在 你还要伙同他们一起 抢走我爸 留给我唯一的遗产吗 白玉宁 你认清现在的形势好不好 大家现在还有谁愿意帮你呢 我现在签字 就是在帮你 这房子不能现在拆签的时候卖出巨款 难道 要等贬值的时候 乱在你手里吗 建国 我爸走得走 就给我留下了这个宅子 你真忍心让他们拆了 你就不怕我难受吗 建国 你别犹豫了 赶紧签了吧 等你签完了 这八十万 我们拿到手 剩下的四十万 留给白玉宁还债 说不定了 他那些钱还没花完呢 那五千万呀 还能来得及 补上那个窟窿 你能不能不要听他们瞎说 我根本就没欠钱 玉宁你够了 大家都在帮你 而你为了这破房子 得罪所有人 之前他们说 你不懂事 我还忍着 现在我就觉得你是 勾养律动病 不是好人心 愣着干什么 搁几个 给我拆 我说了 这房子不能拆 白玉宁啊 这河头啊 已经签了 你敢再这么阻拦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不拆房子了 老子拆你 我赌你不敢 干什么呢 郭东说 不搞 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真拆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等你的拍子 拍到他脸上的时候 我就不信他还在这站着不动 是不是 是 兄弟们 给我拆 兄弟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们 谁是黄村的负责人啊 是我 你谁啊 混账的东西 你想搞出人命吗 你谁啊 你 哥 使不得 使不得 那是天管金融的王总 王总 不你怎么知道他是王总 他之前呀 还去我们家慰问来着 还给我们全家人 升职加薪的 你刚不是说你们这一大家子 刚实验吗 还不都是这个贱女人 说不定他现在又是王总新妻了 你什么意思啊 白小姐什么时候得罪过我 王总 难道不是因为她从保卫科跑出来 所以就牵扯了我们 才让我们都失业的吗 放屁 白小姐是我亲自放的 她压阁就没借什么巨款 这都是误会 本来今天是到你家 还礼道歉的 你们邻居说 都到这老宅子 惦记上了人家的拆迁款 活该你们一个个都就了工作 王总 那那个麦巴赫 我给白小姐租的 怎么 你有意见啊 你给白玉宁 你给我闭嘴 就算你是天贯金融的王子 那你未免管得也太宽 我告诉你 我们天贯地产的业务 还轮不到你们天贯金融来插手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老宅 我们也拆定了 放肆 一个小小的拆迁负责人 还能反得听不成 看清楚啊 这是白纸黑字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这白玉宁 现在是阻碍我们工程的进度 我们是在依法行事 你依的什么法 今天你要是敢往前走一步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这个老头子 不是给你脸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老街拆迁的事 是集团总部高董事长 直接受益的 你连高董事长的命令都敢违背吗 我看你这个老总 你是怕更落头了吧 一个小小的拆迁负责人 张口闭口的高总 你好大的威风 来来来 瞪大你的狗眼 好好瞧清楚 我告诉你 老街拆迁这事 你们天贯金融管不了 兄弟们 还愣什么 给我拆 他不管我能管吗 他不管我能管吗 不是你又是哪根葱啊 董事长 就他 董事长 董事长每次循师的时候 哪次不是前呼后拥的 他要真的是高董事长 我们张总总得跟着吧 我看他就是你请来的托 一个连董事长面都没有见过的蠢货 拿个鸡毛当令箭 拿着董事长的文件 在这里无法无天 七横八十 我说了 黄街拆迁这事 我说了算 老子 就是黄村的天 给你三分钟 赶到黄村了 还给你创上了 兄弟们 都给我抄家伙 给我拆 谁敢拦着 就给我拆了谁 出了事 老子担着 动手 都给我住手 张总 您来的正好 这个男的自称 是天官金融的什么王总 他带了一个图 说是高董事长 不过您放心 我是火眼金睛 识破了他们的诡计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高董事长 对不起 是我教官属下不言 我甘愿受罚 我没有你这样的下属 齐衡霸市 暴力拆迁 我天官集团的脸 都被你们丢尽了 我看你天官地产牢走 你别想干了 高董事长 这都是手下所为 我根本不知道呀 你 你一个王八犊子 你还敢强拆 你想死呀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公司的监察室 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带走 高董事长 你让我以后 高董事长 你听我给你解释 高董事长 你听我给你解释呀 高董事长 白小姐 对不起 是我天官集团的管理出了问题 我向你道歉 这房子你不愿意拆 咱就不拆 明天我让集团设计院的赵院长 亲自过来 给你重新设计装修 费用不用你出 算是表达我的歉意 高叔 别拒绝 如果没有你的妙手回春 我的命 恐怕早已不在了 有钱赚 也得有命花才行 没有你 我就是赚了金山银山 也无福消瘦啊 那村公 竟然真的是 高董事长的救命恩人 完了 完了呀 我们先老欺负他 这以后的日子 可不完了吗 欺负 娘 我之前一直都是 被家里人窜坐着 我其实不想给你的灵魂 我们不要灵魂好不好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啊 好不好 张建国 从你们家逼我出张家那个期 我们早就一起 恩断义权 吩咐下去 张家人 我们天灌集团 永不录用 是 白小姐 听说你一直想 扩大聚善堂的规模 我决定投资 聚善堂的研究院 全权交给你和令武打理 你可千万不要拒绝啊 高叔此举 是福恩广泽的大善事 女宁必当竭尽全力 好好研究医术 以救治更多的人 好 清清 来 我们走 嗯 我的老天爷呀 真是自己振虑不可我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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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